我們台股大部分的景氣訊號 就是在黃藍跟綠 綠燈穩定 所以當股市已經一直都在紅燈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那當都在藍燈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你不用小心 你要中文怎麼樣 健烈欣喜 眼睛睜大大了 全戰時 好不容易又等到一個 天降大理的機會 天降藍燈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藍燈就是 你可以買在股價 買在非常甜的時候 對 你現在看到150的紅杰克 那個時候才60塊對不對 去年有50塊的紅杰克 對啊 現在你再回頭一看 哇 當時早上要多買一點 千千來買早知道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懂得這個訊號燈 你也知道原來你要懂得貪婪 是在這個藍燈的時候 你就是能夠早知道 今年年初大家在懷疑 智慧手機的庫存有沒有 對啊 那你就當作智慧手機的庫存 現在不就是在藍燈的時候嗎 那智慧手機有一天會不會黃藍 會 會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聯發科 就從500到900了 是 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之城城聊產業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城國際投顧陳建成分析師 城城老師好 挺好 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現在每天都很期待 老師今天要聊什麼產業呢 來 今天老師 我們先把產業放一旁 因為產業一個一個都印證了 今天要聊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今天不是要聊秀蘭姐嗎 秀蘭姐姐的愛已經比到滿天 今天都是那個愛心泡泡粉紅泡泡了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有一段時間 天天 已經不理他了 天天 有沒有 已經不理他了 老實說把秀蘭姐先放一旁了 580 但是你要知道他們都是從 460 470 480路上來的 對 兩支股價的基期是差不多的 對 然後呢 對 我們好會比 對 而且達證也就是 這就是我們艾璞跟金星科比一樣對不對 超級比一比 對 然後這兩檔他們就是那不爭的那種 不相上下 然後都是100塊價差達證了 因為有沒有發現股票 股票比我們一比完都在漲 對 對 對不對 一直以來都是 我們最近是比那個MCU嗎 今天的MCU 新唐 盛群 松翰 印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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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金鑑科 今天都在漲 全部都上去了 對 都在漲 然後莫斯菲上禮拜五比完 上禮拜五的莫斯菲 今天也都漲上 今天大宗也漲對不對 對 全部都漲上去了 然後那個電源管理IC 然後荔枝 全部都上去了 激烈今天都漲 對啊 有比過的 只要被老師點完 所以我想到 我昨天 我們是不是在節目講說 不要 我就說 一下感冒藥 一下口罩 一下清潔劑 糖 有沒有 不用那麼辛苦 每天喔 我說投資人喔 每天你要追的報紙的消息去做股票 你好累喔 這個就是以前老師你常常講 左鏘右鏘喔 你今天追這個明天追那個 你好辛苦喔 所以我們有一個 陸軍官校的心法 拿來做股票也可以 對不對 左鏘右鏘 誤入此門 急功近利 請走他路 其實我把它改了一個橋段 對本來是怎麼樣 貪生怕死誤入此門 對不對 升官發財請走他路 然後把它成這樣 來到股市 左鏘右鏘誤入此門 急功近利請走他路 對 對 這就是老師在股海當中 給大家的中肯證明 不敗心法 對 好 那老師我們今天喔 再聊 我們已經聊了好多產業了對不對 對 我今天想要請教老師的是 因為看到了 常常會在新聞當中看到 唉呦 這個國發會他又公佈了 我們的整個景氣訊號燈號啦 一些紅燈 黃燈 藍燈 綠燈 那個什麼燈 什麼燈都出來了 到底這些燈代表什麼意思 而這些燈 又是在什麼時候 出現什麼訊號的時候 然後是我們可以留意的 然後什麼時候又是表示說過熱了 是大家要見識恐懼的 老師可以教大家看看這些燈嗎 對啊 其實喔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來到台北股市大家喜歡紅燈 人家五燈獎 對 來 各位 其實光從景氣的這個訊號燈號 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拿來當作一個 參考指標 對 參考的指標 當然我們講說 如果你從這個經濟面 你從這個景氣面來看 那看的是一個比較長線的趨勢 對 其實長線趨勢很重要 為什麼 當然 因為長線趨勢 你如果看的是一個大方向 你做股票 你就不太會被短線的波動 影響 去影響你 影響你的心情 對 那你不被短線波動影響 你反而不會去追高殺低 沒錯 因為你看的是一個長線的趨勢 那一個趨勢 你要能夠看到這個趨勢 的這個長線的發展 但你又怎麼樣 又告訴你自己 不要去追高 看到一個趨勢 然後你懂得再怎麼樣 山頭斜照的時候 雀相贏 有沒有 你在低階 買在甜甜價 那我想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操作 基本上 很難不利於不敗之地 我想你就怎麼做 你要虧錢都很難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操作 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覺得股票怎麼 老是一買就追 一追就套 的原因就在因為就是 你的指標 參考指標太多了 你不知道什麼指標真的有用 沒用的指標你也拿去用 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說 早上 晚上財經節目的分析是那麼多 每個人都講他一套 對不對 那哪一套才是真正可以 讓你賺到錢的 你沒有搞懂 懂了 所以十八般無異你亂學 亂學你沒有拿到一個 可以屬於自己在 古海裡面 傳蕩江湖最重要的 對 你可以長年征戰 累積財富的功夫 最重要的心法 你沒有學到 懂 好 那我認為景氣對號燈也是一個指標 我們先跟各位講一下景氣對號燈是什麼回事 好 當然我們從這個景氣訊號燈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各個產業的表現 景氣狀況是怎麼樣 懂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指標這邊呢 好 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左下角 你們左下角這邊看一個有五種燈號 對 五種顏色有紅色 那其实在低迷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它有个分数范围 对 就16到19 9到16 这是低迷 就是比较低 对 那所以就给它一个蓝灯 蓝灯 那再来呢 从景气从最差的时候 要开始转向 那这个是黄蓝灯 有没有 又黄又蓝 那它其实分数是这个22 17到22 对 这中间 这转向 然后景气如果在一个稳定的状况 不会就忽上忽下 或者说一直往下掉 那这叫稳定 稳定就给怎么样 红绿灯的绿灯 绿灯 对 绿灯 绿灯是稳定的 绿灯是稳定的 好 那分数就23 到31 到31 那再来 过了稳定之后开始怎么样 有点热了 越来越嗨起来了 越开始 要准备嗨起来 准备要转热 然后这时候就出现黄红 那黄红呢 它基本上 这个我们这边讲 它也是一个转向 就是从稳定到热 的中间的一个过渡 那分数是32到37 是 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指标 那其实最后呢 最后这个是红灯 就大家开起来真的很热了 热了 红灯 那红灯的话 38到45 是这个 那灯号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 从蓝到红 好 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你了解这一个之后呢 我们就用过去这10年 好 我做这表格 我们用过去这10年 我让你观察一下 过去这10年的 蓝 黄蓝 绿 红黄 红是怎么回事 好 那 因为这过去10年历经很多的 有历多历空 上上下下 对不对 好 那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们跟各位讲说 国具2018年来到 1300 对 嗨呀 嗨一半年了 那时候的环球金也到四五百 有五百 OK 好 那一年的这个 信华第一次飙到一千 对 好 那我们上礼拜五跟你讲 MOSFET的时候 我们也说 2018年的那一年的MOSFET 也都大涨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来跟你回过头来看一下 好 2018年的时候 在国具1300的那时候 在过去那几年来比 它是相对 相对在稳定 绿灯 整个景气对号是在稳定 绿灯的 有没有 对 好 2017年也有一个 绿灯 好 那在这一个 往前推 往前推 2014 2015 也都是绿灯 对不对 那前两年是不是疫情爆发之后 整个下去 然后突然有一个很热 什么东西都涨价 红灯 有没有 有出现红灯 是在2021 我们想说过去这十年 过去这十年来最热的时候 就是在2021 2022 有没有 这段时间是最热 对 好 航运最疯狂的时候 好 那最差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 是不是欧债危机 对 有没有 欧债危机 然后紧接着什么英国要脱欧 脱欧 那时候我们就很惨 蓝灯 蓝灯 对不对 低迷的情况 好 那我们讲说 在2018年热完了 被动元件热完了 那整个股市是不是掉下来 信华从1000跌到300多 对 国具从1300摔到200多 同时间那个时候 是不是川普开始开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 对 那就是因为这样 国具也1300就跌下来 有没有 所以你发现 为什么这个政府 他没有在低的时候去开枪 他都在股价 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就给你开枪 有没有 一枪一给他开下来 然后就掉下来 又打回怎么样 黄蓝 打回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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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黄蓝还不是最差的时候 最差是蓝症 对不对 你看过去最差的时候 就是去年到蓝 去年2023 2020 就是等于说 连疫情那当下 都是弱的 疫情当发生那当下 都还是怎么样 黄蓝而已 对 所以代表去年的10月 去年一整年下来 是基本怎么样 是最惨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10月 而且到今年年初 其实是一直在蓝灯 是最惨的时候 对 各位 懂了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好 你现在看到说 蓝灯的时候 我们来看相对的股价 好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哦 老师在下方有帮大家做 台股指数的线图 这是我们过去10年走势 好 那如果 我就是跟你一样做比较 嗯 怀语的好朋友 如果你现在看不到图 记得去订阅 股海大丈夫 对照这个线图你就很明白了 好 去YouTube订阅搜寻 好 那老师我们继续看指数的位置 对 你来看哦 其实 各位 我说 大部分 我们先不要看指数 好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景气讯号 好 看灯号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哪一区 嗯 绿色区 绿色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有没有 绿色区 对 然后呢 另外呢 也大部分在哪里 黄蓝 在黄蓝区 对 黄蓝就是 有没有发现 对 绿色跟黄蓝区 嗯 的几率比较高 多一些些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是 然后呢 出现 出现 蓝灯 嗯 比较低 出现 红灯的几率是怎么样 比较少的 是很少 对 好 老婆回来一下 懂了 各位 我们跟各位讲说 我们做股票 嗯 不要赌运气 当然 我用那个 南极探险队 阿蒙森的故事 我告诉你说 我在用 那个 Gene Collins 他举这个例子 说 十倍胜 嗯 不是单靠运气 不是单靠运气 对 而是靠怎么样 每天走好20里路 每天走好20里路 对 好 那同样的 这个 Gene Collins 他也是一个 企业管理家 他是大学教授 教企业管理的 嗯 他把过去这百年来 嗯 有整个各式企业 甚至百年老店的 辛酸血类史 他跟你做一个比较出来 好 对不对 嗯 当然就跟整个企业环境 跟大环境有关系 对 对 会不会我们的节目 正好有 不要说什么 园区那些老板 嗯 嗯 我们没有那个 我们有一些高阶主管 对 一些CEO 但是我们环宇电台的 嗯 应该有很多中小企业 嗯 应该有很多中小企业 哪怕你只是开店做生意的 OK 小店家 都可以 对 我今天就用这个景气讯号灯 嗯 再教你一个东西 好 不要说教跟你分享 分享我的观察 嗯 什么东西 好来看一下 嗯 我刚跟你讲说 十倍剩不是单靠运气 是靠每天走好二十里路 对 对 那既然每天走好二十里路 就代表告诉你说 不管景气 好 嗯 不好 特好 特差 你都要怎么样 你都应该要每天抱着怎么样 嗯 谦卑 认真 努力 嗯 然后勇往直前的心 对 做好你每天的事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张景气讯号灯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嗯 景气大好特好 热的时候 红灯的时候 一下子 嗯 有没有 对 然后呢景气特别差 在很差很烂的时候 嗯哼 也是一下子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过去十年来 大部分都是在 绿灯 我现在画给你的这一段 对中间区 有没有中间区域 对 中间区域 嗯 有我们这样看起来大部分都在哪里 都是在绿灯跟黄蓝灯居多 对 有没有 是 就是我现在给你画出来的 绿灯跟黄蓝灯 就是 中间区 中间区 就是台湾的景气 嗯 当然台湾景气 老婆回来一下 当然台湾的景气 也会受世界景气的影响 因为特别我们是做外销 做出国的 对 可是 从过去这十年的景气 对外灯可以告诉你说 我们台湾的经济状况 大部分都处在 稳定 稳定 或者是从低谷转向 转好的稳定的 或者就是低谷 趋向稳定中间的这个状态 黄蓝灯 有没有 我们就当作是复苏 好 复苏 好 那你如果是做生意的人 你要等到 生意很好你才要来做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没有嘛 对 你生意好你才要来做 你可能做一两年生意就不好了 嗯 对不对就掉下来了嘛 懂 那 你做生意的你要等到说 那你要在生意很不好的时候 你就不做 也不是嘛 为什么 因为生意不好的时候只有一下下 对 所以大部分都告诉我们 都是在黄蓝跟绿的情况之下 对 那这是常态 对 那常态就代表说 今天你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要知道说 在百叶当中呢 大部分都是在稳定的 复苏和稳定 对 就是这个区间 所以你还要看天吃饭吗 没有嘛 嗯 你应该就是 既然警戏都是在复苏跟稳定 对 你就是应该跟着讯号灯 我管它过热 我管它 不好 在低谷低迷 好 为什么呢 我要再跟你讲一次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每天走好二十厘度很重要 来 导布带回来看这个表 你如果遇到景气很不好 你不备货 嗯 可是你会发现很快就回来了 对 你遇到景气很差的时候 你不备货 然后告诉你 那接着是不是很快就回来了 对 对不对 那等到回来的时候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段的时候 嗯 是不是缺料吗 对 涨价吗 对 有没有 其实如果一个企业 我们回来 嗯 一个企业如果基本上 你有在过热的时候 你有先储备粮食 嗯哼 预备怎么样 寒冬的时候 你发现寒冬一下就过了 诶 我刚刚是那个表告诉你 大部分 在最差蓝灯的时候 一年 熬过去 那就过了 然后就复苏了 对不对 复苏就去稳定了 除非你的产品是不能放 会烂掉那一种 嗯哼 不然呢 一般 吃了不能放嘛 会有过期嘛 对 可是一般的如果你做的东西 又不是太怎么样 很快要被市场淘汰掉的东西 你放个半年一年 是 其实就会被花掉 就会被 就是你需要用消耗材类 就会库存就会消化掉 对 对不对 因为多数我们的景气是 介于黄澜跟稳定 就是从复苏到稳定 对不对 就在这当中 那复苏到稳定 基本上 景气都是会 回来嘛 持续在走嘛 对 不会一直在那么悲观下去嘛 是的 那同样的啊 那做股票也一样嘛 嗯 不是吗 嗯 做股票 你要等到 老婆回来 做股票 你要等到 在最热的时候 你才要来做嘛 那一下下而已啊 对不对 就已经嗨到翻了 做股票 你们多数人 是在这种地方都不会做嘛 因为很烂嘛 对 对不对 低迷的时候不敢做 这时候你都不会做嘛 对不敢又不会 然后很热的时候你就会来了嘛 那个就是 整个人就嗨起来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股市是处于什么状况 嗯 稳定 复苏稳定 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盘整的位置 对不对 好 所以投资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嗯 很重要喔 你这边你不做 嗯 这边你也不做 嘿 对不对 嗯 这边大部分人都来做 嗨起来 对不对 那我要反过来问你 嗯 那在这边的时候你在干嘛 呵呵 这边就是在看消息 你在干嘛 然后在这边缺缺缺缺 你在干嘛 那我可以告诉你啊 在这边的时候台积电在干嘛 这段时间 骨架为什么有办法从这边走到这边 为什么 嗯 这段时间的景气 大部分都在这边混 嗯 有没有 可是为什么这段时间的骨架指数 却是这样一路走上来 为什么 嗯 各位 你有想为什么吗 嗯 因为这段时间 台积电 台积电没有管理景气好景气不好 它持续在开发它的先进制程 哦 不断做研发 台积电照样每年都给你配 10块10块给你 是的 台积电这段时间的EPS 从20间到30到40 是 你看到没 周日前前呢 没有在过热 没有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大部分是在这个黄灯跟绿灯的时候 人家企业还是很认真的努力 对 做研发 做研发 对 有没有发现 这段时间已经掉到 去年一整年景气已经这么差了 到蓝灯 到蓝灯了 我们的指数最低也是才到 哪里 蓝灯 一万二 一万二 对 有没有人给你恐吓会回到这边的 有钱 有啊 有啊 很多言论说回到有钱 对不对 可是我有跟你恐吓没有啊 没有啊 我还给你持续啊 我还给你持续看多台股 为什么 因为我看的就是 大部分的台股都是在这段时间 都是在 对 复苏跟稳定状态 对 那是 如果有遇到 这两个 低迷的 低迷的蓝灯 你说 这不是天掉下来的礼物吗 难得有蓝灯让你去买 你才有办法股价买在最低不是吗 是 在这个地方 你回头来看的时候 回首向来消色处 嗯 望去 回首向来消色处 就是在低迷蓝灯区的时候 回首往来 回首向来消色处 对 不都是在股价相对低点的时候吗 没错 对不对 是 所以就这么简单啊 懂了 我今天就用一个景气 讯号灯 我在这里面又让你学到功夫了 是 这又是一套 又是一套操盘心法 对不对 嗯 每天的日子你要看照常态去过 懂 你不要去看过热跟过低 对 你就知道说 当过热 当过低的时候 它会回来常态 这又是另外一种 均值回归 这又是我之前跟你讲 电子比重 过热一定会均值回归 因为这时候的骨架很甜 它有一天会均值回归 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好好珍惜 因为有低肝买之需买 因为有一天 它也会回来这里 对 对不对 懂 所以当你遇到过热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接受恐惧 你要怎么样 过热了 会不会均值回归 会嘛 它会回来常态嘛 所以你该下车 有没有 所以前两年在那么热的时候 你应该要跟我怎么样 要开始 转向 怎么样 人家在贪然的时候 你要恐惧的嘛 因为它要转向了嘛 有没有 懂 当大家在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然了嘛 因为均值回来 是在中间这一块嘛 对 讲完了 结束 懂了 好 又回来 各位亲爱的 这胜过你去 可能念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或甚至念个研究所的课程 老师用短短的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时间 解说给你听了 让你了解警戚对号 讯号灯 让你了解到这个时候 什么叫做低迷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过热的时候该怎么办 常态在这个绿灯跟黄蓝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懂得 持续终日前前 这就是一个操盘的心法 没错 对 就这么简单了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二三十年 在这股市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 你看懂了这些讯号 你就知道了嘛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统计学 是 对不对 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常讲四处反常必有妖 对不对 如果你脱离常态 我们台股大部分的警戚讯号 就是在黄蓝跟绿 绿 绿灯稳定 稳定的状态 所以当股市已经一直都在红灯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没错 有没有 是 那当警戚讯号灯 都在 在蓝灯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不用小心了 你要跟我怎么样 简烈欣喜 眼睛睁大大了 简暂时 好不容易又等到一个 天降大理的机会 天降蓝灯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蓝灯就是 你可以买在股价 买在非常甜的时候 对 你现在看到150的红杰克 哇 那个时候才没有60块 对不对 去年有50块的红杰克 对 现在你再回头一看 哇 哇 当时早知道多买一点 对 千千来买早知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懂得这个讯号灯 你也知道 原来你要懂得贪婪 是在这个蓝灯的时候 你就是能够早知道 你早知道 今年年初大家在怀疑 智慧手机的库存 有没有 对啊 那你就当作智慧手机的库存 现在不就是在蓝灯的时候 那智慧手机有一天会不会 黄蓝到绿 会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联发科 就从500到900了 是 不是吗 不就这样吗 对 就这么简单 光用一个锦细讯号灯 做股票都能够赚钱 懂了 所以你需要去学一大堆 有的没的心法吗 你需要去学技术分析吗 很简单 你只要把我们每天整成了产业 看好来 学好来 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台北股市 可以很轻松 可以很简单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用对的方法 用对的心法来操作 好来 很简单 说得好 这句说得好 就是直接先加来 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对 让老师讲给你听 说给你听 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 小老鼠HIH888 小老鼠HIH888 当然 现在可能怀孕的好朋友 刚刚有很多老师在讲的灯号 或者是呢 他现在所处的位阶 你看不到 你记得一定 第一个先加LINE 第二个去订阅YT YouTube 影音频道 谷海大丈夫的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每天认真看 你一定会有收获哦 再次感谢健常老师分享 谢谢天心 谢谢各位 想听陈诚老师聊产业 聊心法 或是你想和陈诚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谷海大丈夫 LINE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音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